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来聊聊斩机斧的连击流 其实什么叫连击流呢 也就是区别于 这个无限数解爆裂的 但也不是说咱们用连击流 然后就只用平A和普攻 包括变形斩 我们仍然是会使用到数解爆裂 毕竟这个算是斩机斧 作为一个高伤害武器的一个大招嘛 那么如果说我们完全把这个大招舍弃掉 其实也是不划算的 相比之前视频演示过的那种 快速数解流 我们这次会把输出的重点 放在普攻和变形斩上 而非这个终结爆裂 而今天使用到的终结爆裂 也会以大爆为主而非小爆 主要是在有大的输出空档时 作为一个爆发伤害的存在吧 刚才可以看到我们还是使用了一个小爆 其实就是在这个医区操龙前 有一个小的技巧 我们可以在魔物争夺地盘之前 就先给怨虎龙打一小波伤害 然后再去操龙 这样就不会浪费中间的时间了 所以说所谓的连击流 不是说去限定我们自己 只使用某一种或者某两种连段的方式 而是去更全面地感受斩基斧 作为一个高伤高连段的武器魅力吧 好 这边还是依旧按照平时的样子去操龙 打出了火焰异常之后 咱们就可以A键重攻击 可以看到这边操龙有一点不顺畅 一波三折的 但是影响也不大 我们还是继续扫尾 此时怨虎龙已经倒地 然后我们X加A操龙必杀戒 这边有点想摊最后一下 但是没有CD好 所以还是把操龙大击给按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开了一个抚强化 或者其实严格意义上 现在这个也不能叫抚强了 而是可以高速累积我们荣光刃的一种buff吧 那这边怨虎龙直接换区了 我们就跑个驼 然后这边就加速一下 我全部放给大家看了 OK 这边使用一手这个炸弹瓦斯挖 可以看到这边能造成140点的伤害 并且能够造成一次倒地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了 剑斩机和剑二连击的一个连段 然后再接上斧的大回旋 变形斩 再切回剑模式 再来一套 最后一个小的空档 我们就一个鼠解爆裂来收场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把怨虎龙给打炸糖了 那么就又可以进行一波追击 这时候我们荣光刃已经开好 我这一波就选择了直接上头 然后完整爆裂 这在无限鼠解流 或者说快速鼠解流里面算是一个忌讳吧 快速鼠解对于荣光刃其实是比较抗拒的 那么我们在通过普攻连段打出炸糖之后呢 就完全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完整爆裂来打出高额的追击伤害 相对的如果是无限鼠解流的话 那么刚才的倒地很可能就是用两次小解来完成这个追击 再说一句题外话 之前其实有尝试过完全不用鼠解来打怨虎龙 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4分多钟也算是供大家参考吧 这边抹个刀做一些准备工作 其实可以发现我这边跑图用了很多时间啊 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时间再优化一下的 吃个攻击 然后下龙就被一枪戳 可恶啊 跳个五 然后一个尾边 我们追一波头 变形斩 向前突进 可以看到啊 剑变斧的变形斩 推动摇杆的话 向前突进的距离还是非常可观的 副墙下砸 没有砸中 非常可惜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连击流的核心就是这个变形斩了 不管是剑变斧还是斧变剑啊 我们的变形斩只要推动摇杆的话 都是会向前位移的 这就能让我们在攻击的同时 也能做到一个走位的作用 还是一套剑的连段 然后变形斩突进 再接一个侧滚 直接拉走 还是变形斩 再变形斩 往后一个垫步 又是一套抚摩式的进攻 这边观察一下 突进 侧身垫步 斩击斩的话 侧身垫步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动作 这边再来个金刚脸斩追个身 这边可以看到也是有点可惜啊 我们金刚脸斩放早了 不然可以躲掉这个吼 哎呀 这个小狗可真的是可以啊 行我们继续追击 吃点虫子磨个刀 炮虎小哥哥过来了 还是蛮给力的 那我们就先拉过去 把那颗野生翔虫给吃了 结果没有走出操龙的范围啊 我们翔虫还没有吃到就上了炮虎 这波有点可惜了 不过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大吧 操旧完事 伤害应该是够的 其实呢 如果是咱们以过为目标的话 那么稳还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吧 这绝对不是说让大家消极输出啊 只是说不要像我一样 总是喜欢瘫刀 这样容易出大事 好吧 只要咱们稳稳当当的 那输出一定不会少的 反而是有的时候打得特别激进 然后猫车了 那就损失的时间反而更多 这边骑成倒地之后 我们就一套剑二连击 然后接完整爆裂 来处理它这个大硬直 这波也是拉掉了它一个小爆 观察一下枪尾 还是接着对它的发光部位 打炸塔 然后拉掉它的尾炮 这边虫剂的合理运用 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对于斩吉斧 不过我看有一种说法 是斩吉斧的二号虫剂 在前段的无敌针 是被改短了 那么这点很可惜 但仍然是很强力的一个技能啊 包括我们的一号虫剂 金刚连斧 是有霸体效果的 这边这个选择就非常的离谱啊 哈哈 我们其实站着不动就好了 站着不动 或者说趁那个时间段 赶紧把刀收了 才是比较理智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不可血 又是一个枪尾 这边打出了头部的破坏 这边打出了头部的破坏 可以看到老虎变猫了 又是熔光刃 我们就上手 哎呀 这波其实有点冲动了 但是问题也不大 再拉掉他一个砸地板 这个时候我就怂了 不敢贸然的上楼了 依旧是跑图啊 这边发现在吃猫粮 我们就借着熔光刃 疯狂使用一波剑与斧的变形 主力的输出 还是以剑二连击为主 最后再用一个爆裂来追伤害 给个闪光弹 吃个攻击力 再试图打一波炸糖 哎 破肘了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变形斩向前突进 然后来钻内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 刚才那种爆炸迷雾的手段吧 好钻地洞 这时候发光的部位在背部啊 斧头山巴掌开斧墙 这边我们持斧进行位移啊 持剑的时候位移速度会有惩罚 这个猪哥是真厉害啊 没关系 我们剑变形斩突进 然后再给一个爆裂 直接把他背部打炸糖 然后我们能快速累积熔光刃 再对他进行一波 头部的追击输出 完全爆裂 这手怨虎龙已经骷髅了 那么我们胜利在望 还是借着熔光刃进行一波输出 这波变形斩的突进 其实有一点点小危险啊 这边太狭窄了 但是也问题不大 这招是秒不掉我们的 拉掉 好 一波跳舞 这个招很烦 赶紧补一手 接着来 又是一个假摔啊 假摔非常需要警惕啊 千万不能胡乱的追到 这招尾杂就直接拉掉 这边想摊一个爆裂 但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选择 这边直接一个降虫兽身 加一个俯下杂 完成本次讨伐 时间是12分47秒 可以看到 这次在有大的输出空档时 我一般的处理是使用 剑与斧的多段连击 最后的一个小控档 再以快速爆裂来收尾 或者就是以完全爆裂 来作为一个 类似于终结技的存在 不难发现 这场我频繁地使用了 变形斩来进行追刀和蹭刀 斩机斧在这种打法下 还是能展现出 他的那种边打边走位 然后连招不断的这种魅力的 总的来说 斩机斧在我看来 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用来开荒 然后难度不是特别 特别高的一个武器 但他却拥有很强的机动性 以及很高的爆发 唯一的劣势就是 他的很多终结技 后摇特别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去探索一下 这个所谓的连击流 把伤害的重点放在普攻上 而非终结爆裂 终结爆裂就是作为一个 有大型输出空档的时候的 一个备选项吧 好了 今天的连击流斩辅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狩猎愉快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